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2024年4月18日 乒乓球澳门世界杯继续进行 男单八强已出其二 国拼二胜一负 马龙 林高远继续前进 只有王毅迪输给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按照规定被扣3000分 表现一言难尽 马龙大家都很熟悉 他是世界平坦的传奇球员 保持着多项记录 拿过太多冠军 比如 世界杯的成绩就很不错 此前小组赛的对手水平太弱 没给他带来任何压力 如今遭遇费利克斯 勒布伦 赢球难度成倍增长 结果马龙连赢四局大获全胜 表现极其强势 让人感到欣喜 法国小将费利克斯 勒布伦是这个周期崛起的新星 此前带队获得士兵赛男团亚军 单打世界排名高居第五位 作为17岁的小将 能取得这些成绩确实了不起 勒布伦的纸板横打技术非常先进 但对国拼还真的威胁不大 反而是不如他的哥哥艾利克斯 勒布伦起码赢过主力 比赛开始后 第一局马龙采用稳扎稳打的策略 通过节奏的变化打乱对手 费利克斯非常着急 但上手后命中率太低 马龙发球转或不转结合 让费利克斯很难占助位 就更别提主动发力去提升质量 马龙以11比7先拔头筹 国拼对纸板打法的了解自不必多说 准备太充分 第二局费利克斯还是争抢前三板 争取主动上手 形成相持 马龙凭借落点调整调动对手 让费利克斯始终对不上点 马龙全面领跑 以11比8再赢一局 第三局马龙可能是专注度有些下滑 无畏失误明显偏多 被费利克斯抓住破绽 回敬11比7还以颜色 对手的球伤确实很高 第四局马龙稳住阵脚 换个套路对方没有准备 毕竟龙队得分手段太多 继战术更是全面 马龙9比4领先 费利克斯追至6比9 马龙较暂停 随后以11比8扳回一局 第五局 勒布伦用自己的年轻频发的冲击 他一度也是取得了领先 取得领先后的勒布伦 也是张本志和上升 上演两岸原生提不住的情况 这一局勒布伦也是以11比8拿下 第六局比赛 马龙在调整后开始取得主动 他也是瞬间将勒布伦的声音打没了 在落后之后 勒布伦也是非常的焦急 这也让他很快输掉了比赛 马龙也是以4比2击败了勒布伦 完成了晋级 为何能够轻取勒布伦呢 首先作为双拳大满贯 马龙的实力还是占优的 只要马龙正常发挥 勒布伦就赢不了龙队 其次是勒布伦的心态 就像解说员郭燕说的 勒布伦的心态很容易失衡 一失衡他就忘记了教练说的 所以勒布伦的高质量球 和低质量球的数量相当 这让勒布伦很难在高水平的比赛中获胜 淘汰赛被张本美和爆冷 日本队庆祝 谁注意王毅迪反应 戴胖没说错 新加坡大满贯赛半决赛的时候 因为连续输掉外战 李笋指导官宣了 因为连续输掉外战 王毅迪被取消了奥运会参赛资格 而王毅迪也是表态 感谢国家队给自己的比赛机会 他会好好地总结和提升 可是谁能想到 在乒乓球世界杯的时候 王毅迪又让人失望了 在17日的比赛结束后 王毅迪的分组一度被认为是上上千 他同组的最有实力的是张本美和 按照道理来说 王毅迪的实力击败张本美和 并没有太多的问题 可是这一场比赛 王毅迪又让人失望 比赛一上来 相对于兴奋的张本美和 王毅迪的状态还是差一些 在关键得分的时候 张本美和连续的出手 让他12比10拿下了第一局 第二局比赛 王毅迪调整过后 11比6拿下了第二局 第三局比赛 王毅迪这边的状态让人看不懂 从领先到落后 当张本美和越打越兴奋开始叫起来 开始庆祝的时候 王毅迪却迟迟迟没有调整自己的状态 甚至我们在王毅迪身上 看不到太多的兴奋度 他也是以8比11输掉了第二局 大比分1比2落后 随后的第四局 张本美和又是干净利落 11比6拿下 大比分来到了3比1 王毅迪距离出局只剩下一局 关键的第五局 张本美和完全是打疯了 哪怕双方非常的胶着 可是因为拿下了三局 张本美和也是主动的出手 16比14拿下了第五局 大比分4比1击败了王毅迪 王毅迪所看的半区也是彻底失手 国平按下张本美和的任务 则是要交给王曼玉了 为何被张本美和暴冷呢 或许从张本美和将局面 变成了3比1的时候 我们看王毅迪的反应 就能找到答案 在大比分落后之后 我们没有在王毅迪身上 看到那股外战不能输的痕迹 我们看不到王毅迪高昂的斗志 甚至王毅迪有些沮丧的情绪 反而是助长了张本美和的气焰 众所皆知 在此前的比赛采访中 大胖梁静坤曾经表示 对于他来说 比赛的目标并不是冠军 而是不输外战 而此时的王毅迪 其实已经没有了奥运会的任务 他更加应该放开去打 用自己的表现去打击日本国拼的斗志 而不是让对手打风 甚至当对手疯狂庆祝的时候 王毅迪依旧没有办法拿出还击的办法 这样的情况真的是不应该 其实王毅迪在这之前 达到了一个顶峰 分别战胜了早田西娜和伊藤美城 以这样的成绩出战亚洲杯 王毅迪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并且拿到了冠军 但是教练组还是对王毅迪 有过多的期待 让他登上巴黎奥运会 是对王毅迪最大的伤害 虽然之前王毅迪有几次战胜日拼主力早田西娜 但是他还没有做好出战奥运会的准备 并不是谁 有一定的实力 就一定能够参加奥运会 这是综合实力考验的舞台 有巨大的压力存在 所以当一名球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赶鸭子上架 反而会适得其版 后来的事情 也许球迷都知道了 杭州亚运会 王毅迪获得了女单资格 但是在如此关键的比赛当中 王毅迪输给了日拼的直接竞争对手 早田西娜 这次输球 可以说让王毅迪重新认识了自己 他希望获得更好的成绩 比谁都希望 但是压力存在的情况下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 釜山市冰赛 王毅迪再次位以重任 决赛中输给了平言梅雨 这样的双重打击 让王毅迪的心态直接跌落谷底 如果说亚洲杯的冠军 是王毅迪的上升期的话 那么连续输给日拼球员 就是王毅迪的低谷 而这次世界杯 王毅迪再次面对日拼球员 三号主力 实力方面 王毅迪高出张本美和 但是在发挥方面 王毅迪畏首位尾 心态不稳 已经影响了王毅迪的全部发挥 这是毋庸置疑的 总结来说 最大的责任人就是教练组 让王毅迪参加奥运会 这无可厚非 但是对于王毅迪来说 是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的 他能够在之前 连续战胜早田西纳 伊藤美城 但却因为压力过大 而失去奥运资格的选拔 现在对于王毅迪来说 一切都不重要 自信心的恢复 才是最重要的 这种从顶峰跌落低谷的自信心恢复 比实力提升更加困难 对于王毅迪